Welcome to IT&Kine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在這個Tutorial我們要討論的是 Fuel Model Union of Work 但是是給Gamer來使用 首先這個是第36個Tutorial第17部分 我們先來Create跟Gamer有關的reposts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Gamer的Folder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邊到這邊整個Copy一下 其實應該Copy到這邊來 我們就來到這個Project 在我們這個Project裡面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可以給它先關閉 我們先把它全部最小化 我們這一個Project 我們必須要按Shift F2 然後新增一個Gamer的Folder 跟這個File 然後我Press Art File 這個File add起來之後 它跟之前都完全一模一樣 我把這兩個關掉一下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檢查一下 這個沒問題 然後這個呢 也沒問題 好,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做的就是 我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要先把這個comment先Copy過來 然後Copy到這邊來 然後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去implement這兩個interface 然後呢 這個是GamerFuel Model 這是Gamer而已 這是Gamer而已 那我就是要去 要去把這個東西改成 iGamerFuel Model Repository 這樣子 好,那我們這邊搞定之後呢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implement裡面所有的 好,Member 那因為我有oEnter 所以我可以直接implement 像剛才那樣子 好,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要乖乖的去把這兩個interface裡面所有的東西 全部Copy過來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一個一個 增加它的comment 那我第一個要增加的comment 是這個update 先Copy & Paste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在這裡 好,那如果你沒有reshopper的話 那你就是要去iInterface那邊 把這些comment Copy & Paste過來 那我的話我都習慣空兩個 然後接下Copy這些comment 好,那你的話 你就是要去interface那邊 幫他們Copy 如果你沒有reshop的話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們 Copy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大概花我一分鐘吧 最多 好,然後就快速的把這個做完 欸 那就把它貼到這邊來 好 動我一下喔 快結束了 好,那我們這邊Copy完之後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第一個是get 那get的話 我們這邊已經寫好了 那我就把它Copy到這邊來 這個get 那這些每一個class 它其實都只是一個Primary Key 所以我們很簡單可以處理 好,這邊是gamer 然後這是gamer-fuel-model 然後 import一下 好,搞定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做的是這個 這個get async 然後這邊要改成gamers 好,它就搞定了 那其實很簡單 這邊就是會得到 uniofwork的 然後這邊會得到 gamer的repostory 那這邊會得到 單一的gamer 並且有這個id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單一的gamer 轉成gamer-fuel-model 之後return出來 那這個async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要把這個東西 改成async 然後這邊要放await 然後這邊要放async 好,它就搞定了 好,那我們下一個要看的是get all 好,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講義 你可以看到我們講義呢 這邊其實都有標準答案 那你就把這個標準答案 copy到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class裡面就好了 那我們下一個要看的是這一個 那這個呢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怎麼樣呢 它就是把這個 在這邊的時候先找出我的uniofwork 然後這邊找出我的gamer-repostory 然後接下來得到所有的gamer 我得到所有的gamer之後 我用toolist 好,那這邊不用toolist也沒關係 那你這邊要改成anumable 反正就變成一坨gamer 那這一坨gamer呢 我要把它轉成gamer-fuel-model 就是一坨gamer-fuel-model 最後就把它return出來 那上面是get all 那下面就把它改成get all async 那這裡get all async呢 我決定我不要使用這個toolist 好,那因為我沒有使用toolist 所以我這邊要改成anumable 好,然後那接下來就是 這邊呢要改成async method 然後這邊要多加一個await 然後這邊多加一個async 它就改好了 好,那我們下一個來看的是這一個 這個的話是find method 那find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地方copy一下 find這個部分呢 它其實就是呼叫我們自己的get all method 那我們get all method 會得到全部的gamer-fuel-model 然後接下來我再把它變成escubable 變成i-cubable之後 再用fuel的動作 就可以把這個preter給放進來 好,那相同的 我們也可以使用這個async的方式 那async的方式呢 我們則是要使用get all async 然後呢 因為這邊是get all async 所以這邊要用await 這樣子 那這邊這邊有await 所以這邊要用async 好,那這樣就搞定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下一個呢要搞定的是什麼 是single default single default呢 完全不用腦袋思考 就把這邊整個copy and paste下來 然後這邊改成single default 好,它就搞定了 那下一個是single default async 那你就把上面的copy下來 這邊改成async 因為這邊改成async 所以你前面要發一個await 那因為這邊有await 所以這邊要發一個async 好,它就搞定了 好,那接下來下一個呢 我們要搞定的是add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add的話 好,那我們一樣也是呼叫 這個uniofwork 那我們呼叫uniofwork 這個uniofwork 我們去呼叫gamer 它會return gamer的report 它會return gamer repository 那gamer repository 裡面有個add method 那這個add method呢 那這個add method呢 它會做什麼 它要把,你要給它一個efmodel 好,你要給它這個gamer 就是給它一個efmodel 那我們現在進來的是gamer viewmodel 那怎麼辦 我們就要把gamer viewmodel 轉換成efmodel 那這個就會變成efmodel 好,那這一整個就變成ef 這個是gamer viewmodel 然後這一整個就變成 那個gamer efmodel 那這一整個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是add range add range的話就長這樣 很簡單 就是我們這邊是有一坨efmodel 對不起,是一坨fuemodel 我們把這一坨fuemodel 轉換成一坨efmodel 轉換成一坨efmodel 我們就可以用 outrange這個method 加到我們的這個uniofwork 其實就加到我們dbcontest裡面 好,這邊就完成了 那下一個呢 下一個要挑戰的是remove remove的話 完全不用腦袋思考 你就直接把這個add method coby and paste到這邊來 好,無腦開發 這邊改成remove搞定 好,那下一個呢 是 下一個是add remove range 那就把這個add range coby一下 然後就把它coby到這邊來 然後把這個呢 coby成remove range 就搞定了 好,那接下來下一個是 get all with all others 那get all with all others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它在這裡 OK 那它在做什麼呢 就是 我們先有uniofwork 得到gamer的repository 那我們就取出所有的gamer 並且還有它的navigation property 這邊呢其實是一堆efmodel 那我要把efmodel再轉換成fuelmodel 然後所以呢 這一整個就是return一堆fuelmodel 那就是get all with all others 好,那它有呼叫 完全跟它一模一樣的名字 然後接下來呢 下一個呢 是get all with all others async 那你就是要把這個math的名字 可避到這邊來 然後這邊用await 然後這邊用async 然後那你這個toolist 其實 如果你不想用toolist的話 你可以把它刪掉 但是你這邊要改成inuable 好,這樣就搞定了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是get with all others 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get with all others 那你必須要把一個id放進來 那你這個id放進來之後呢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呼叫 叫uniofuelg gamer repository的這一個method 那我這個method呢 在呼叫的時候 它就會得到 單一一個efmodel 把efmodel轉換成fuelmodel 然後之後return出去 那這個就是 會return有這個id的gamerfuelmodel 就這麼簡單 好,那下一個呢 是一個async method 這個async method 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你要把這邊改成有async 因為這邊有async 所以你這邊要加一個await 因為這邊有await 這邊要加一個async 好,那你就搞定了 就這麼簡單 那下一個呢 要看的是update update在這裡 那我們就呼叫 uniofuelg 我們就呼叫uniofuelg gamer的update method 它的update method 你必須要放一個efmodel進去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把這個fuelmodel 轉換成efmodel 這邊就是fuelmodel轉換成efmodel 那你就可以update了 就這麼簡單 好,那我們這個地方也做完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是gamerdetailfuelmodel 我們就把它copy一下 然後按shiftf2 好,那我們copy到這邊來的話 那這一部分呢 我就可以把它先刪掉一下 好,這個可以關掉 然後移到這邊來 突然發現一件笨的事情 好,我名字再重新copy一下 我後面忘記打.cs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就變成一個很奇怪的file 然後再重新按shiftw2 重新新增一下.cs 好,它就才會是一個class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把所有的fuelmodel repository 好,這個comment先把它copy到這邊來 然後接下來呢 它跟所有人一樣 都是要去implement這兩個interface 好,就implement這兩個interface 然後接下來就是 這裡呢 你要把它改成 好,這邊 現在這個class呢 它的名稱會是gamerdetails 然後就把gamerdetailscopy一下 然後接下來你就copy到這邊來 好,copy到這邊來 然後接下來imput一下 它就搞定了 然後你要implement它裡面所有的missing的members implement完之後呢 好,你就稍微等它一下 它有18個 OK,implement完之後呢 接下來你要做的是什麼 接下來你要做的就是 我要做的話 我就是要把這裡面的comment 先把它copy上去 從interface裡面copy 但因為我resharp我就這樣子 好,這邊割空一個 然後開始 快速的把它往上拉 好,這裡 對,這樣子 好,那我這邊就速度加快 哎呀,我一直按錯鍵 好,這邊快速的往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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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趕快快速的copy 好,這邊快速的 好,這邊快速的copy 快結束了 好 那我们这边结束之后呢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 GamerDetailFuelModel 然后呢它这边是FuelModelRepository 跟IGamerDetailFuelModelRepository 这些都要去实作它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 我们的讲义在这里 首先在我们的讲义这一个部分呢 我看一下喔 我这边稍微改一下 我把这个UseInCopy到上面来 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 我看是不是我有什么东西写错 这个Reference 我把它打开一下 然后Add 这个Add Reference OK 这两个我都没加 我确定只加这两个 OK That is right 就是我有用到这个Data 这个Data 这个Data 这个都是EF Model的 然后再用到这两个 OK 那就都没什么问题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首先呢 首先呢 我先看一下这个Interface 是怎么一回事 这里呢是 GamerFuelModel 它是来自于哪里 它是来自于 unlinegame.data unlinegame.uidata.fuelModel 没错 是我要的 OK 好 那 接下来呢第一个是Gate 那Gate的话 我要Return一个GamerFuelModel 那我要Return这个GamerFuelModel 你得到GamerDetail 然后那你得到GamerDetail的Repository 然后把这个ID放进来 你就可以得到GamerDetail 然后再把它转成FuelModel 再Return出去 那为什么这个会错 看一下喔 好 那我刚才呢 我终于知道是什么状况了啦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我把它删掉了 那我状况是在于说 我这个class这个名称 我根本就是做错误的东西 好 我这个class的名称 我应该要给它取名叫做 GamerDetailFuelModelRepository 所以我现在把它改一下名字 我改成 GamerDetailFuelModelRepository 那我把这个后面把它Copy一下 好 贴到这边来 那它整个名字呢 我也是在这边Copy一下 OK 然后这个地方也改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前面这个东西删掉了 你看 这样就OK了 所以我刚才因为取错名字 所以呢 我前面的这个东西 我都要放这个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不然的话 就是不然的话你的class 它会confuse 说到底哪个是哪个 因为你好几个地方都有FuelModel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实作第一个 那我们第一个呢 要做的是Gate 那在我们Gate里面呢 好 我们先把我们的 这个class的这个get 好 这个是 GamerDetailFuelModelRepository.cs 好 然后把它Copy到这边来 好 那这个呢 它其实就是 你透过Union of Work之后呢 接下来 你得到GamerDetail的Repository 然后接下来 用get的方式 取出这个ID 你取出这个ID呢 那它这边 就会给你一个 这个EFModel 就是GamerDetail的EFModel 然后把它转成FuelModel 然后这时候 Return出来就搞定了 那下面这一个呢 是一个AsyncMethod 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删掉 好 那下面这个AsyncMethod 那你就是要把这里 把它Copy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用Await 因为这边有Await 所以这边要用Async 好 这样就搞定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要做的是 getAll 那这个getAll呢 那一样 好 我们先Copy我们的讲义 在我们讲义里面呢 我们有这个getAll的Method 我们这边Copy一下 这getAllMethod到底在做什么 首先我们透过Union of Work 我们得到GamerDetail的Repository 我们GamerDetailRepository 再得到所有的entity 好 所有的GamerDetail 那个entity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一堆GamerDetail 再转换成GamerDetailFuelModel 都是一堆一堆转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return出去 这一堆GamerFuelModel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可以删掉了 好 那下一个呢 好 这个地方也可以删掉 然后这个也可以删掉 好 那下一个呢 就是要用FindAsync 好 不对 对不起我跳太快了 下一个呢 是getAllAsync 然后一样你可以把这边删掉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东西Copy下來 那你要使用的是getAllAsync 好 那你这边就要有FindAwait 那这个Toolist我并不想要用它 上面是有Toolist的 那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个Toolist的删掉 但是如果你删掉的话 你这边这两个就要改成Inewable 好 那这边有Await 所以这边就要FindAsync 好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是这个Find 那Find的话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讲义 好 我这边这个getAllAsync 我还是有用Toolist的 但是我就把Toolist删掉 让它更好看一点 那在这个地方呢 好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用getAll 我用我自己的getAllMethod 我得到所有的FuelModel 然后再把它变成 Escurable 就是Icurable ofFuelModel 然后接下来再用whoil的方式 就可以把这Predit放进来 好 那我们下一个呢 好 这个地方 它是FindAsync 所以我们这边要用getAllAsync 那因为我这边用getAllAsync 所以你必须要FindAway给它 好 你放了一个Away给它 所以你这边要用Async 好 那你就搞定了 那我们下一个要来看的是 这一个SingleDefault SingleDefault呢 它完全跟这个是一模一样 它完全跟Find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你要把这个地方 你要把这个地方 好 改成SingleDefault 好 它就搞定了 好 那下一个呢是SingleDefaultAsync SingleDefaultAsync 它这边呢 好 你就把上面这个Copy下来 然后这边改成Async 因为这边改成Async 所以你要送它一个Await 然后接下来呢 你这边要再加一个Async 好 它就搞定了 好 好 我看一下Add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地方 找Add Add OK 这是Add单一一个 那你可以看到Add 其实也是很简单 好 那我这边有一些东西 忘记做 就是我要把前面的这些 没有用到的词 先把它删掉 等我一下 好 好 好 现在我Copy过来 但是我还没有删掉什么东西 OK 我先把这些 没有用到的东西先删掉一下 等我一下 好 好 好 现在看起来干干净净 很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这一个Add 这个Add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必须要给它 好 一开始的时候你要传进一个 Game of Detail View Model 你要传进一个Fu Model 你有了Fu Model 你要把它转换成EF Model 那转换成EF Model 的话我的这个EF Model的Union of Work就可以用了 然后EF Model Repository也可以用了 那接下来就可以Add 这个EF Model 那就这样子搞定了 那我们这个Add range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Add range 然后把它丢到这边来 那一样是把这个多余的 就给它删掉一下 这个Add range的部分呢 一样也是这边是呼叫我们的Union of Work 这边是我们传进来的一堆Entity 我们把这一堆Fu Model的Entity 转成EF Entity 然后接下来透过EF Model的Union of Work 来把这一些一堆Entity加进去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Add range 那相对的这个Add呢 它可以改成Remove 那你只需要把这个字 好 改成Remove就行了 那这个Add range呢 你也是可以把它改成Remove range 等一下喔 在这里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这个Remove range 那Remove range呢 就是把Add range拒比下来 这个地方改成Remove range 这样就搞定了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是Get All With All Others 那这个Get All With All Others呢 它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 Get All With All Others 我们这边就copy一下 OK 这Get All With All Others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这边呢 先这样写 然后接下来再return这一个 这个写法并不是什么错误 这个写法其实只是跟你说 OK 我今天是透过Union of Work呢 我取出一堆Entity 这一堆是EF Entity 然后接下来我再把这一堆EF Entity呢 再把它转成Fue Model Entity 所以这边就是Fue Model Entity 那如果你看不惯这种写法呢 那我的讲义我可能当初忘记改 你看不惯这种写法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 怎么样的写法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 它并没有错 它只是也可以跑 你可以改成这个 这个是Get All With All Others 好 你就把这个东西copy一下 然后这边放到这边来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那你这个东西这么多行就可以删掉 你只需要写一行 好 这就是一行 好 那我们这一部分完成之后 我们下一个要呼叫的是Get Async 那这个地方呢 你只需要这样copy下来 那你要使用的是 Async Method 然后这边要用A Wait 然后我不想看到Toolist 所以这个Toolist可以删掉 然后呢 因为Toolist删掉了 所以我这边要开始Unumable 因为这边有A Wait 所以这边要多加一个Async 好 那你这样就搞定了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现在的话是Get With All Others 也就是说讲义并没有写错 讲义这样写也是可以 但是还有更好的写法 然后再来是Get With All Others 这Get With All Others呢 其实也是很简单 就是说 你可以 把它 Return 就是你给它一个ID 它得到EF Model 再把它变成Fuel Model 就这样子而已 那当然下面呢 还有一个Async Method 那这个Async Method呢 其实就是在这边 你要呼叫的是Get Async 然后这边要放一个A Wait 这边要放一个Async 好 等一下喔 这样就搞定了 那同时就是 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 这个呢 变成EF Model之后呢 要再把它变成Fuel Model 然后Return出去 好 这些没有用到的 可以先把它删掉 好 等我一下喔 整理一下 这样看起来程式比较干净一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下一个 好 下一个要看的是 这一个Update 那这个Update呢 其实就只是很单纯的呼叫 这个Union of Work的Update 等一下喔 Get With All Others Async 那这个Update呢 我们看一下讲义 好 它就这样子而已 好 它就这样子而已 它就是 你传进来来是一个Fuel Model 我们把Fuel Model 变成Entity 好 变成EF Model 变成EF Model 之后 Union of Work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好 它就这样这么简单 OK 那我们这两个class呢 就到这边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Welcome to IT&DK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在这个Tutorial呢 我们要开始 实作这个gameratron information.cs 那我们要实作这个东西 好 实作这个东西 那我把这个名字copy一下 回到我们这个地方 按Shift F2 我们把这个东西create出来 那我们create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把之前这个东西 大概快速看过一遍 目前都没什么问题 我把这个关掉 把这个移上来 我应该把这个关掉 我应该随便打开一个 我应该随便打开一个 比如说打开这个好了 好 好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 Copy and paste过来 我们要先copy 这一个comment 好 看一下我们讲义哦 那下一下我们要实作 这一个entity 实作这个interface 我实作完这个interface之后呢 好 等一下哦 我实作完这个interface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 我要去implement里面所有的东西 那我将implement它全部 好 那我这些全部implement之后 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接下来的 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来看一下我的这个讲义 好 我要先实作我的get method 好 那我这get method呢 我先copy它的comment 那我这个get method呢 它就只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在做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是说 我要把 我的 就是我透过 efmodel的unitofwork 我把id放进来 我会得到efmodel 我得到efmodel 我得到efmodel之后 我要把它转换成fuelmodel 所以透过automat的方式 那我们下一个看的是get async 那get async呢 完全就只是这个东西 copy and paste过去而已 然后你要改的地方 是在于这个地方 要变成用async method 然后这边要用await 然后这边要用async 好 这样就搞定了 那你可以看到 async跟没有async 其实差别并不大 那我们下一个是get all 这个get all呢 一样我们从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 好 copy这个get all的method 在这里 好 我们把它copy上来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是 这边会得到所有的entity 所有的efmodel entity 这边会把所有的efmodel entity 转换成所有的fuelmodel entity 那最后就是returnfuelmodel entity 一堆fuelmodel entity 好 那我们下一个呢 是get all async get all async 它跟get all 完全一模一样 它的差别是在于说 这边要get all async 这边要get all async 那这边要await 然后呢 因为我不想用tool list 所以我可以把tool list删掉 但是呢 我这边要改成ignable 那因为这边有await 所以这边要改成async 好 它就这么简单搞定了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是find 好 那我要同时copy一下它的这个documentation 那下一个的话是find 空一个copy documentation 然后这个也是空一个copy documentation 那这个find呢 我要先看一下讲义 我先呼叫我自己的这个get all method 给你看一下 find的话就是先呼叫自己的get all method 我得到get all method之后呢 我把它改成iqable 我变成iqable之后 我就可以用whir这个东西 去接受这个pregate 那相同的道理 这里呢是find async 那find async呢 其实就是get all async在这边 然后呢 这边你要多加一个await给它 然后接下来呢 下面就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这边就是要打async 好 那就搞定了 那我们下一个要做的是single default single default呢 就跟这边完全一 就跟find完全一模一样 你就到这边copy之后 这边贴上 然后呢 这边改成single default 好 那你就做完了 那下一个呢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single default async 那就这边改成await 然后这边改成async method 只是呢 这边是用whir 但是我不要用whir 那怎么办呢 我就用single default 好 那这样就完成 这个single default async的动作 这个async的是来自于 我们在取字调的时候 就用async了 那接下来就是 呃 让我copy一下上面的documentation 等一下喔 那接下来下一个要做的就是 这一个add 好 看一下都没问题 这个add呢 这个add呢 我们从我们的假印里面copy一下答案 在这里 在这里 呃 add 对在这里 其实就是 你里面要放一个efmodel 可是我们传进来是fuemodel怎么办 不怕 我们用automapper 把efmodel 转成fuemodel 不 把fuemodel转换成efmodel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就是efmodel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efmodel repostory去增加 好那接下来是add range 这个add range呢 它其实呢 我们可以直接从我们假印这边copy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那它一样呢 add range呢 里面要给它一堆 一堆efmodel 那这边要给它一堆efmodel 可是我们传进来的是一堆efmodel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把一堆efmodel 对不起 我们传进来是fuemodel 所以我们就要把一堆fuemodel 转成一堆efmodel 我转传一堆efmodel 之后我就用art range的方式 把它加到我们dabase 好那接下来是remove remove呢 其实就是add的相反 那我们就把这边copy and paste过来 然后把这个东西改成remove 然后下一个呢 是remove range 这个remove range呢 跟add range相反 所以你就整个这边copy过来 贴到这边 然后remove range 这样就搞定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好要copy它的documentation 所以我在这边copy它的documentation一下 好 这边扣一个 那我这些documentation 其实都写的跟interface一模一样 我只copy and paste过来而已 下一个呢 要讲的是get always or others 一样看到我们的讲义 在这里 ok那我这边copy一下 那在这边呢 你要呼叫跟它一样的 uniof work的repostory的method 然后接下来呢 你这边就得到一堆 得到一堆什么呢 一堆 一堆gamerhr information 你这边得到一堆gamerhr information之后呢 接下来就把efmodel 转换成fuelmodel 对不起 你是要把 对 你是要把一堆efmodel 转换成一堆fuelmodel 你转换成一堆fuelmodel 你转换成一堆fuelmodel 之后就可以return出去了 那接下来是get always or others async 那它完全就跟我们上面的c一样的 只是呢 你要把这里 这里使用async method 然后这边使用await 然后接下来这边要使用async 那你这样就搞定了 那你可能会觉得 有些人可能会看这个toolist的不太顺眼 那你就可以把toolist删掉 但是你这两个呢 要改成innuable 好这样就没问题了 那接下来下一个是有id的 get with others 那你就把这个 讲一这个地方 你就把这个东西copy一下 然后贴到这边来 你贴到这边来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是要在这里面做一些修改 好它需要的是这个fuelmodel 那我现在从uniofor取出来的是efmodel 所以我要从efmodel 转成fuelmodel 那你可以这样写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它是有async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 改成async 因为你这个东西改成async 所以你这边要加一个await 所以呢 你这边呢也是要用async 好就这样子而已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做一个是update update update的话就很简单啊 那你就直接呼叫unioforc的update method 好unioforc的 你的这个东西的update method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entity 好放进来 它是一个efentity 你要放进来一个efentity 那只是目前是fuelmodel 所以你要把fuelmodel 转成efmodel 然后接下来你这个地方就会成功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add进你的这个dbcontext里面 好那这个add的动作我也完成了 那我给它增加一下它的documentation 等我一下哦 好 所以现在每一个都有documentation了 好 然后都是空两个了 所以这是说我们目前要的 那我们这个也解决了 先全部储存一下 那Solution 继续打开 OK 先全部最小化 移到这边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我们要create的是 MagicFuel modelRepository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create的都是只有一个primarykey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共有很多东西 好那我对着这一个 按Shift F2 然后我新增这一个class 等一下我看一下哦 哎 又写错了 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我这边就copy一下它名字 好 然后我press outfile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跟上面的这些东西都一模一样 好 那我先copy它的这个Fuel Model Repository copy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copy它的interface 这个interface我从讲义里面copy好了 这样我就不用改 好 我从这个地方copy 好 那我现在interface impul进来之后呢 我要去implement interface里面说的method 所以我必须要 好 implement它 啊 我要implement的话我就按Oint 因为这是reshop的功能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为止呢 都跟我们expect是一样的 那首先我们先来处理这个get async 先处理这个get 好 那documentation copy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讲义 这get async呢 这get呢 它其实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好 那把它贴上来 所以你要pass一个id 你pass完id之后 透过uniofwork 我得到 拥有这个id的efmodel 那我就把这个efmodel 再转成efvuemodel 再转成fuemodel 再转成fuemodel 这样就好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 return出去 它就会是returnvuemodel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get async 它完全是同样的道理 只是呢 你必须要把这个的 改成async 然后这边要改成await 好 那这边要多加一个keyword async 那你这样就算完成 那接下来是get all 好 那我们先把get all的东西先copy一下 好 那这个get all呢 就是要得到所有的entity 那你 我们先看这个 没有async的get all 在这里 它呢 透过uniofwork的magic repository 我们得到全部的magic entity 我们得到全部的magic entity 那我们就把这一堆magic entity 转换成list of magic entity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 吐出这一个collection的magic viewmodel 等于说这边到这边 会是一堆efmodel 然后 接下来透过automap 从一堆efmodel 变成一堆fuemodel 然后之后就return一堆fuemodel 好 那我们get all的方式解决了 那我们下一个呢 要get all async 那get all async呢 它其实就是这边要改成async method 然后这边要用await 那有些人不喜欢toolist 你toolist可以删掉 那这边就可以放innumable 在这里 在这里 放innumable 好 那这个一样可以搞得定 好 因为这边有await 所以你这边要放async 好 那你这边都搞定了 好 get all async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要搞定的是find 那你就把这个find的部分copy一下 好 那find的话 它其实就是先呼叫自己的get all 等一下 在这里 它其实就是要先呼叫自己的get all 你呼叫往get all 变成iqlub 之后就可以用where 把这个pret get放进来 那这个findasync呢 它其实 就只是这个样子 这边要放async method 然后这边要放await 然后这边要放async 好 它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那其中呢 好 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 再把它放到夸户里面 然后要不然的话下面会有bug 好 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接下来就是single default single default 跟find完全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就copy find 接下来最下面改成single default 就好 那接下来是single default async 那一样你就可以copy到这边来 好 那接下来就是sing 这边也是要用single default OK 这样子的话就没问题了 诶 还是有 为什么 看一下哦 呃 哦 因为这边有await 所以这边要find async method 就这样子 async keyword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copy 它的documentation 就这样子而已 那如果你没有resharp的话 那你就是要 去interface里面 把它的method找出来 copy and paste过来 好 就这样子 等一下哦 看一下 OK 那我先copy它的 这个documentation 等我一下 我一直按出键 奇怪 看一下哦 好 我突然发现我做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就是啊 我的这一个magic 哦 fuelmodel它其实是在这个 它其实是在这 它其实没有在gamer folder底下 所以我把它移过去 好那我移过去了之后呢 那它现在终于在那个底下 那我第一个要改的是我的namespace 等一下哦 好 namespace改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错误 目前是没有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照样的 好 继续说下去 那我们继续说下去的话 就是要先把 好刚才没有做完的 好先整理一下 好快速看一遍 好那这些都是没做完的 好那 那 呃 这个地方也还没有comment 所以我想要增加它的comment给它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没有comment 我要增加它的comment给它 好那我接下来要搞定 add跟remove 好所以我这边先comment给它 这里也是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add 这里add的部分呢 我们先从我们的这个 里面先copy出来 在这里 好这里 ok它其实就是呼叫 我的uniofwork的magic repository 然后我们使用add method 那add method的话 你必须要给它给efmodel 所以我们用automap的方式 把这个fuemodel 变成efmodel 那我们就可以add 那我们这个add range呢 其实它也是相同的道理 好那我这边copy一下 这个add range呢 它其实就是你要给它一堆 你要给它这个一堆entity 那接下来这边呢 那接下来这边呢就是要remove 那remove跟add呢 那remove跟add呢 其实只是一滴两面而已 那你就是把add的code copy到这边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remove 下一个是remove remove range 所以一样你就是把它copy到这边来 然后你就可以remove range 就这样子而已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 下一个是 我看一下 下一个是get all with all others 我一样我一样copy这个东西 然后这边则是有async method 好那这两个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讲义 在我们讲义呢 好这边的话是 这个 好把它copy一下 把它贴到这边来 我贴到这边来之后呢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我透过uniof work 的magic repository 我呼叫相同的method 然后把它toolist 然后这边就是把一堆的magic 变成一堆的magic view model 那我这边就是return magic view model 等于说我整个repostory 都完全没有跟db 看txt 我都完全不要动它 我最主要是动我的uniof work 好 那个ef model的uniof work 好那我们这边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async method 那我是不是要在这边呼叫async 这边因为有async 所以这边要给它await 那这边要给它async 那有些人可能看到这个toolist很烦 那我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你把它删掉了 所以这边就要改成inuble 好 就要改成这样子而已 好 那这边也是有了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搞定 这个get all with others 好 一样也是到这边来 一样也是implement它的documentation 那get all with others 它是要放一个id进去的 好看一下哦 你看它是要放一个id进来 那就可以找到它的fuelmodel 从大家base里面找 好 那我现在要放一个id进来 然后呢 我透过uniof work呢 我们找到这个efmodel 我找到这个efmodel 但是我要把它转成fuelmodel 所以我用automapper 然后下一个呢 是有async 好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是用async的baser 然后呢 这里面要用await 然后外面要用async 好 然后那 呃 这样就搞定了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update 这个update呢 其实每个人都一样 就这样子而已 好 当我要update的时候呢 我就去 好 我去呼叫我的repostery的update method 那repostery的update method 它里面需要吃一个efmodel 所以呢 我现在就是把我的fuelmodel 转成efmodel 这样它就可以吃得进去了 OK 好 看一下我强移 就到这边 那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交了四个gamer的class 哪四个呢 就是gamer-fuelmodel 然后接下来是gamer-hri-information gamer-detail 然后最后一个才是magic 那magic跟gamer中间是多对多的关系啦 只是它没有中间的efmodel 好 那我们这一部分就到这边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